大家好,这里是穷奢侈予,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进步,现代消费者与昔日不同 在基础设施强大的国家里,民众有越来越多支付模式可以选择 从早期的实体信用卡一路到近年来快速兴起的行动支付 塑胶货币和行动装置逐渐取代了传统纸币和硬币 由于支付系统越来越完备和普计划 如瑞典就非常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第一个无现金社会 根据资料,现金目前只占瑞典经济活动的2%而已 不过,就算科技如此进步,GDP排名全球第五的工业强国德国 却仍然偏好以现金交易 德国甚至还是全球已开发经济体中现金密集度最高的国家 根据美国联准会国家消费者支付方式报告 平均来说,德国人钱包里持有的现金约为123美元 将近是澳洲、美国、法国和荷兰的两倍 在疫情前,德国有超过80%的买卖交易都是用现金进行 而美国的数字则低于50% 根据媒体报道,在德国甚至有大部分大众交易也是以现金支付为主 这种趋势要一直到去年疫情爆发 整体现金支付的比例才被迫有所改变 但整体德国人使用现金比例仍然高达60% 并且不排除疫情过后,使用现金的比例又会再次回升 明明科技发展也好,又是强国之一 究竟德国这么偏爱现金的背后原因为何呢 在疫情爆发前,当欧洲、美国地区也在引入信用卡 甚至是行动支付、电子支付的时候 德国虽然也有引入,但多数人仍继续维持现金支付的传统 2017年时,德国联邦银行曾经进行过调查 调查中显示,有88%的德国人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 继续使用现金作为主要支付工具 当信用卡在其他地区已经普遍到可以作为零售业的支付选项时 现金在德国的所有零售销售中仍然占了将近80% 德国人除了热爱现金交易之外,也爱囤积现金 德国央行资料显示,2020年欧元问世 截至疫情前一年,2009年3月 德国央行总计一共发行了6921欧元现钞 其中10%在国内日常生活中流通 20%存在德国银行业账户 其余70%在德国境外流通 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你会觉得使用信用卡很方便 每个月固定日期缴款,银行帮你计算好每笔消费的明细 如果善加使用,在记账上包含消费习信及消费分配等皆一目了然 但是在欧盟央行欧银的调查中 德国的收房者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现金比起信用卡消费更能控制金钱流向 且更具隐私 若要探究其背后理由 有一派学者都将首要因素归咎于历史 包含一战、二战以及更早之前的历史 历史学家穆斯查拉认为 其实从18世纪起 德国人就偏好触摸得到的劳动成果 到了19世纪 政府为了减少劳资纠纷 大力推广储蓄习惯 而二战后 储蓄银行更一度因为害怕破坏市民存钱的习惯 拒绝推广消费者心态 而一战、二战的历史泥闹 更让德国人对于货币有深刻的体悟 根据资料 一战后 德国需要支付330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赔偿金 但当时德国的实际产出根本不可能达到 政府唯一的选项就是不断印钞 这些货币都没有跟黄金挂钩 因此造成了严重的超级通膨 并在1923年达到高峰 从1913年到1918年 战争期间 德国货币发行量增加了8.5倍 1921年开始 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直线上升 1921年比1918年增加了5倍 1922年比1921年增加10倍 1923年比1922年增加了7253万倍 从1923年8月起 物价狂升到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当时物价涨了将近7000亿倍左右 1922年时 德国最高的货币面值为5万马克 到了1923年期间 最高的货币面值甚至来到了100兆 自1923年年底时 得花42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到1美分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条面包 甚至是一张油票就要价1000亿马克 一公斤奶油则要价6兆马克 在1919年 一马克能买到的东西 到了1923年 得花7264亿马克才买得到 因此民众手上的钞票形同废子 发行都是一捆一捆的发 工厂中午就会先给工人上午薪资 下午下工后会再发一次 一天发行两次 拿到钱的工人中午也不休息 会在一个小时内赶快到市场把它花掉 只因为生怕货币随时会重变 然而 这还不是德国货币唯一一次在20世纪疯狂贬值 二战过后 德国马克再次失控 在战争期间 德国及全政府主要透过印钞来支付战费 并利用政府的强硬手段来严格控制物价 采取暴力威胁的方式 抑制通货膨胀 一致上后在领期间 尽管盟军控制薪资物价及配给额度 但根本无法稳定市场 于是越来越多经济活动转上黑市进行 民众进商店也买不到东西 许多交易开始变成一物一物的模式 整体货币回归正常 要到1948年6月20日的货币改革 这一步被视为惨痛但却必要的一步 民众被迫以超过10比1的汇率 将手上的现金换成新的德国马克 等于每个人的资产有将近90%瞬间蒸发 新的货币政策寄出后 黑市的货品才逐渐回到正常商店货架上 若依照德意志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谢福分析 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造成了难以抹灭的惨痛历史 对于经历过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的德国来说 持有货币等于是将安全感握在自己手中 从政治方面而言 学者表示 无现金社会对于德国人来说 很容易联想到纳粹时期 那些以数字管理、精密计算的屠杀事件 所以不少德国人尽管到现在仍然认为 一旦取消现金 就等同于取消人民的一部分自由 有见于上一代的德国人 对于被监视的感觉太过强烈 因此他们非常谨慎保守 渴望保护自己的隐私 透过网络连线的刷卡 在每次交易过程中均会留下一个记录 代表任何人只要想知道 都有办法取得这笔记录 这对一部分德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也是因为历史与政治的因素 德国人战后开始非常痛恨负债 致使德国消费者负债程度一直都很低 2011年时 只有33%的德国人拥有信用卡 2017年 当法国、英国有分别50、59%交易 透过信用卡或签障金融卡时 德国只有18% 其中信用卡交易次数占比更只有2% 这种现象一部分也反映在德国住房自由率上 近年来 就算德国房贷利率不断往下调 但德国的住房自由率仍然只有47.5% 是已开发国家中前几地的国家 然而 历史有坏的那一面 当然也会有好的那一面 莱因瓦尔应用科技大学副教授 瑟弗林指出 对于老一辈的西德人来说 随着新德国马克发行 德国经济复苏 逐渐步上正轨 新德国马克自然成为西德人的骄傲 会让他们想到民主和平和自由 对东德人来说 东西德在预备统一时 西德政府用1比1的汇率 让东德人兑换新德国马克 因此 新德国马克也成为了东德人 在东西德合并下的美好象征 不过随着疫情爆发 德国现金支付的趋势 的确出现了削减迹象 根据德国央行的支付行为调查 2020年时 在交易中以现金支付的占比 已经下降至60% 信用卡则从2017年的2%上升至6% 但在行动支付上 目前德国普遍使用率仍然较低 虽然受访者里有84%的人 都拥有智慧型手机 但他们当中只有13% 有使用过手机的支付功能 当被问到为何不使用行动支付时 最多受访者勾选的两个选项就是 不安全和不需要 针对未来趋势 德国柏林网络银行N26总经理豪尔表示 在疫情下 全球开始推动无接触付款 德国自然也不例外 除了大企业推广外 一般中小企业业主为了避免接触 也开始直接受信用卡结账 只不过 当疫情结束后 这个趋势会不会结束还很难说 毕竟对于小本经营的店家来说 信用卡支付所衍生的手续费 等于是让疫情下的收入 雪上加霜 对此 德国付款系统促进组织主席认为 未来 虽然不确定信用卡支付 行动支付趋势会不会持续上升 但可以确定的是 接下来 德国的信用卡支付接受度 一定会越来越普及 现金支付的交易占币 或许有可能会慢慢越来越低 好了 这期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